好 但是我们接下来看到现在国民党 在日前的这个共事营当中 已经做出一个决议 要礼让民众党一席招委 好 现在传出的是呢 这个国民党要礼让所谓的 裁委会的招委给黄珊珊来担任 但是呢 黄珊珊有说 目前还没有接获 国民党党团书进长洪孟凯的联络 因此呢 这个部分还是一个未知数 不过呢 现在在基层已经炸锅了 立委办公室的电话纷纷被打爆 而且呢 扬言如果接下来 再继续搞蓝白合作的话 就不会再投国民党 好 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 就是最强蔡农林佳新了 因为他提出 难道你国民党被羞辱的还不够吗 如果礼让的招委就是黄珊珊 那么很抱歉 本人就退党 就是这么简单 好 时事评论人张雨萱也有特别说 黄珊珊其实就是一手促成 蓝白合作破局的元凶 大家看到她就火大 国民党为什么还要跪下去呢 要让就等着看笑话 国民党就等着被黄珊珊给淋迟吧 另外呢 这个是林涛 好 林涛也有特别说了 蓝营的支持者最希望呢 国民党要有国会最大党的主体性 也希望党团的部分能够审慎考虑 不要让支持者失望 好 林涛的想法就是代表 国民党党中央的想法 好 现在呢 在国民党团的部分呢 表达说愿意让昭伟来释出善意 当然 蓝英的主流意见是 好 让昭伟是可以的 但是就算是合作 也不会让黄珊珊来当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呢 在立法院各个委员会当中 有关于昭伟的部分 国民党的规划是如何 好 司法委员会的昭伟呢 是杨琼英 财政委员会是罗明财 再来看到交通委员会的部分 陈雪生 教育委员会的昭伟则是规划 由立委柯志恩来抢下 未还委员会的昭伟 立委王玉敏 还有就是外交国防委员会的昭伟则是规划 由马文君来出马 好 国民党团呢 现在已经说了 蓝白合作 接下来还有两道关卡 这是傅昆琪的看法 他有说呢 民众党团希望拿下哪个委员会的昭伟 好 另外呢 就是国民党团能否说服 现在规划好的昭伟人选来做退让 好 换句话说 民众党团好 礼让他们一席昭伟 他们想要拿下哪个委员会 另外就是国民党团原本规划的人选 能够退让吗 这个部分恐怕还有两道关卡需要走 国民党团的首席副书记长林思敏则是提到了 好 接下来在委员会或是院会当中 对于蓝白双方有共识的法案 在表决或是讨论时通过 好 毕竟呢 执政党可能都会反对 所以才会先规划 让一席昭伟给民众党 对于国民党来说 或许是无伤大雅 但是呢 确实会伤害一些蓝营支持者的士气 好 虽然党团已经做出让 礼让昭伟给民众党的决定 但是现在可以看得出来 各方的看法其实都是不认同的 前立委郭正亮也有说 他认为蓝白合作在礼让昭伟的部分是无助于的 而且呢民众党跟民进党合作的机会很低 好 其实是没有必要礼让的 只要国民党有监督问政的能量 那么民众党自然而然就会被逼着靠过来 接下来我们还要来听到 这是张雨萱他的分析 他认为在新国会里头 国民党其实是拥有54个国会席次的最大政党 好 为什么你要退让呢 要恳求只有巴西立委的民众党 以在立法院的政党实力来说 到底是谁比较需要谁 而且其实民众党从总统大选开始讨论蓝白合作以来 不但说话不算话 而且很多次对于国民党恶言相向 好 国民党当初已经都被骗得团团转 难道说还没有学到教训吗 请问是国民党比较需要民众党 还是民众党比较需要国民党 如果要释出善意 如果要合作 如果要表态 如果要国会改革 如果要对抗民进党 为什么不是民众党先释出善意 54票去跟8票国家 你跟我讲理由是什么 你去调历史新闻 民众党有没有从来 对国民党做过一件好事 民众党截至目前为止 从来没有对国民党做一件好事 从来没有挺过国民党一次 从来没有支持国民党任何一件事情 然后都是国民党在热脸贴人屁股 民众党唯一做的事情就是 不断的消费国民党 不断的吸国民党票 不断的消遣国民党 然后造成民进党胜选 为什么不是民众党自己过来 国民党为什么要跪下去 你就甘愿做小的 你就甘愿退让 每一次都让 每一次都退 被骗一次还算可怜 被骗两次 就只是讨论了 国民党是第三次 你到底要义无反复被骗几次 我没有看到这种傻逼 你以为你让一起操人家就会理你 你以为用道德绑架 人家就会讲道地 人家连总统大选的签署都可以撕毁了 你智障是不是 刷你智障 54席立委 然后好让高晶一席 再让民众党一席 笑死人 招位只拿到6席 那你滚回去当38席的小党啦 黄珊珊就是一手把蓝白破局促成的元凶啦 你没关系嘛 你要让我就等着看你笑话啦 你就看你资责要跑多少啦 没关系嘛你就去耍白痴嘛 这一年大家看到黄珊珊就整把火就不想投你国民党 然后你国民党就等着每天被黄珊珊临池 他一定会跟民进党合作 到时候你等于是两席民进党招位 然后财政全部都民进党说了算 你国民党就等着吃大便 各位国民党的傻逼来看一下聊天室好不好 不多啦我们3000人而已啦 全部人都不投你国民党啦你就让吧 你高兴就让吧我懒得跟你废口舌了 要耍这种智障我实在也没什么好讨论的好不好 你要智障到这种程度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评论 可悲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您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下edel对导师 请留 wrists打进去 选择做好工厌 有预理 比赛